你把枪放下 你把枪放下 我可以放下 小姐 先生 去哪儿去哪儿 没事 你没关着我呢 先生 怎么过来好了 韩金在哪儿 他在救救 张鹏 姜德轩兄弟在哪儿 你怎么这么急救救 广哥 张鹏 你谁来赶真怎么样 上班 宋局 审讯还在进行中 嫌犯拒不开口 继续 一定要他开口 是 宋局 对了 韩队怎么样 还在强调 如果需要 我们随时过来 好 没事 没事 不用太担心 我怎么那么担心 他不是为了保护我 他也不会这样 你看你这孩子 他保护你还不是应该的 他怎么样了 你怎么这么担心 你是刘子龙 是啊 孩子小姐 你的伤得怎么样 没事了 怎么样 人怎么样 放心吧 手术成功了 太好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安静 安静 不要这样 我肯定有没有 责心 不能变开口 我肯定会 做uje不处 即正咖刀 只穿那里面 的 我肯定会 你怎么会在现场呢 我去给你们送外卖 正好碰到警队出发 我就跟着去了 后来在那间玻璃房的后门 我遇见一个保安 我换了他的衣服 头都溜了进去 你还好吗 没事 谢谢你 不用谢谢我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进去是想保护你们和人质 但是我没有做好 没有保护好安静 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要怪只能怪我自己 怪我没能早点抓住好四海 怪我不够优秀 所以才让你们接二零三地保护我 还受伤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非要保护你吗 不是因为你特别需要保护 而是我们真心想保护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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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太想保护你 是因为他喜欢你 那你呢 那你呢 韩晋 我真的没想到那颗子弹 先穿过了你 才打倒了我 你当时那一挡 救了葫芦也救了我 你是个好警察 是个真正的英雄 你当时那一挡 我看得出来 为了胡荣你连性命 都可以豁出去 这真的让我难办了 在这之前 我想和胡荣表白 告诉她 我喜欢她 现在 你躺在这儿 让我犹豫了 谢谢